为什么你用原相机拍摄 肤色不云 法令文 未够明显 装面有显脏 为什么博主用原相机拍 肤色通透 装面清晰明显 还是摩托比斯 今天咱们就是 交完事业 哈喽大家好 我是矮男 今天这期视频呢 是你们好奇很久的 我的打光分享 很多同行呢 别的博主姐妹都会 给我发消息问我 哎 你是怎么打光的 那我今天的就是 清凉相守 所以这个小猩猩 一定要给我点起来 谢谢佳颖 首先呢来看一下 我的打光设备 我的右边呢 放了一个这个 八角的一个打光灯 然后这个打光灯的话呢 它照起来 人脸会比较的融合 然后呢 它是可以调整 它的色温的 分段式的 或者是你直接 一点一点调也可以 我平时呢 就会用一个 比较自然的这个光线 因为这个颜色 它最还原日光 再来看左边 我是打了一盏 这样子平面的一个 冷色系的灯 用它来组合 这边这个自然光灯的 一个暖调 脸会显得可能是 是稍微白净一些 然后这个光源呢 视频里看起来 它好像会比它亮啊 但其实 我调的这个亮度的话 它比右边的要暗 你看我这边的脸 这边是亮的 这边就暗下来 会显得我的这个 五官啊 会比较立体一些 但如果两边都打的 特别亮的话 那五官就不要了 那我的手机呢 是架在这两个灯的中间的 然后我的脸的正前方 放了一盏 就是平时用的这个化妆镜 大家也可以去买那种 打光灯啊 小一点的打光灯 也很便宜 然后它是有 哑光的白面 然后这个反光的银面 还有一个黑面 就也很便宜了 放在脸部的正下方 等一下我会给大家 画一个示意图 学画画做美术生的时候 是真的没有想到 有一天学到的这些东西 会这样子派上用程 如果你有肋钩 或者法令纹的话 那你一定要背一块 这样子的反光板 你们看一下 我现在是打的这个反光板 如果我没有打的话 面部的这些凹陷 你看这个法令纹 什么都会比较明显啊 而且脖子也黑了 脸会有色差 打上之后 诶 没打 接下来再看我的背后 暗藏玄机 打了一盏暖黄色灯 这样子暖黄色灯 一打这个氛围感就有了 你看我的头发丝 都是发光的 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 那种头发丝发光 就很好看 就打了整分色 背后呢还打了两盏色围灯 纯纯的营造 色围灯 也好不好看没有关系 这个呢它叫做 鹅鹅之眼 然后打出来的这个光 它会像一个 鹅鹅的眼睛一样 这个呢是一个 三头的一个打光灯 它打出来的灯光呢 会像那种小圆圈一样 然后也是可以调节这个灯头的 家里如果有落地灯的话呢 也可以打到后面 然后我旁边还放了一盏 这样子的台灯 这个台灯的话呢 我平时用相机拍 是我开的 但是手机在织绿 它不同步 它会一直闪 之前有一次我开始 它用手机拍视频 有粉丝姐妹问我 我也在家里放一个泵地球 我现在拍摄的设备呢 用的是iPhone XR 这个呢是除了XS Max 拍摄最好看的手机 那为啥不直接用XS Max 因为XS Max不好买现在 而且呢价格可能也比XR贵 就是如果觉得预算不够的话 就可以入一台XR 拍摄也很好看 就原相机拍 就是皮肤就会有那种 很通透的感觉 是什么13啊11 根本比不上的 其他型号的 首先呢 大家可以参考网上的 很多姐妹出的那个教程啊 他们有教大家如何调参数的 所以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参数如何设置 第一步 打开设置相机 把格式改为金融性最佳 第二步 找到录制视频把它设为4K 第三步 把保留设置全部打开 第四步 打开相机照片 把色调调到65 色温调到33 曝光加0.3 调完之后 随便拍什么都好看 整个人呢 也会显得磨皮了很多 不管自拍还是拍美食 都是直接出片 好了 这一期就是看到转道了 拜拜